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一个方法,就是发表在今年6月份的这个JASA的一篇文章的一个方法,是Multiple Testing Procedure for High Dimensional Mediation Hypothesis,就是这个高维的这个中介分析的这个斗重检验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作者是Fren Hutchinson的这个James Dye,等等,OK,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最近就是, 总跟我们单位的这个流行病系的一些教授合作,所以最近稍微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文章,我觉得这个方法呢,还不错,而且它有一个R Package,所以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当然这篇文章是比较理论的,我就不给大家仔细介绍背后的理论的东西,我给大家说一下大概这个文章的意思,然后怎么应用到你的实际问题中, OK,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的话,这就是我来介绍这个文章的初衷啊,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摘要吧,我们说中介分析,我们说在这个流行病学中啊,其实应用的是非常广泛的,OK,然后我们一般情况下呢,用的是一个所谓的叫Joint Significant Test,OK,就是联合的这个显著性检验,来做这样的一个中介分析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啊, 然后但是这个Joint Significant Test呢,它是过于保守了,OK,过于保守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要把这个Type 1,比如说Ctrl住,Ctrl在0.05,那它过于保守的意思就是它可能Ctrl的过紧了,比如说都到0.03了,OK,这么个意思,这叫做Overly Conservative Type 1 Arrow Rate,OK, 然后我们控制的景呢,就意味着不容易拒绝原假设,对吧,所以就会导致Power比较低,OK,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经典的这个Joint Significant Test呢,它会造成这个所谓的Lower Power和这个Over Conservative Control的Type 1 Arrow Rate,OK,在这个高尾的High Dimensional Mediation Hypothesis中呢,出现的是更加频繁的,OK,我们一会会仔细再看一下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然后在这边, 文章中呢,然后作者呢,就就开发了一个一个多重检验的一个方法啊,然后能够啊,能够精确的啊,更好的控制这个啊,Family Wise Error Rate,就FWER,我们说这个一类错误在这个多重检验中啊,要控制的就是这个所谓的FWER,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False Discover Rate,OK,FDR,OK,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当然其中一个非常核心的程序呢,我们一会会会看到,就是在 在这个原假设下呢,过去我们说这个Joyant Significant Test,就是假设它们都是uniform,然后从这个uniform呢,推出这个极大的一个P的一个检验统计量吧,OK,但是其实本质上来说呢,它是服从一个Mixture Non-Distribution or P-Values的啊,以后我们会看一下那个推导,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然后嗯,等等啊,然后作者也给了两个实际的例子啊,在这个DNA Mecillation, 和这个Cancer的这种research中,这个也是我当前跟这个流行病系的人合作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OK,好了具体的我就不多说了,嗯。如果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 Tanik yard的刚开始的Introduction,然后我就仔细看,然后其中的比较哦,重要的一些东西,把它highlight出来,把它变大了OK,好的,那我们就直接看我画了这张图吧,我们说什么是这个mediation, 对吧,中介分析,中介分析我们说这个叫做Exposure,叫X,对吧 然后这个叫做Y,叫Outcome,就是你的Outcome,X影响Y,对吧 这是条路径,这个路径叫,这个路径的影响,这个Effect叫做C,C' 这个C'叫Direct Effect,直接的效果吧,直接效应 然后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说还会有一个路径,这个路径比如说沿着这个M,对吧 然后X对M有作用,然后M对Y会有作用 这个M就叫做Mediator,叫做中介变量,OK 然后其中这个X到M的这个Effect,如果集做Alpha 然后M到Y的这个Effect,如果集做Beta,OK 这个Alpha乘Beta,就是Mediation Effect,就是中介效应 我们也把它叫做Interact Effect,叫做间接效应吧 一个直接的,一个间接的,OK 所以我们整个这个中介分析要干的事情 其实就是要第一个要估计出AlphaBeta,对吧 当然估计是一回事了,你总能估计 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个AlphaBeta到底是存在不存在,对吧 是不是显著不显著 所以这里边最重要的是要做假设检验 一个正规的,OK,formally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hypothesis testing,OK 假设检验,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原假设,我们要写得出来的,对吧 我们的原假设,我们把它写成H0,对吧 H0,这个H0的本质来说是这样子的,Alpha等于0 大家注意,是Al,是或者Beta等于0,就非常非常重要的,是Al 然后所以贝则假设什么呢 如果它这个Effect,这个mediatorEffect,Alpha乘以Beta不等于0,对吧 那它的贝则假设是Alpha不等于并且andBeta不等于0 好,所以大家注意,这个H0是一个所谓的composite null 就是一个混合的一个综合的一个null,OK 然后贝则假设是一个企业,OK 所以这种检验呢,本上来说是叫做IoT的,叫做interaction union test interaction就是在背后,贝则,我们都最重要注意的是贝则,贝则假设 所以贝则是interaction,然后呢,这个原假设是union,OK interaction union test,OK 好,这是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中间分析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干这样的一个事啊 好,那我们下来看一下 然后呢,这个文章它这块呢,就一大堆啊 我把它highlight出来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我简单的说一下啊 我简单的说一下 本账来说呢,就是我们就简单的看这张图吧,OK 我们说本账来说通过这样的一些推导啊 就刚刚我们这些推导 然后过去传统上的做法是怎么做的 传统上的做法其实就是所谓的推出一个p max,OK 这个p value,这是p value了 然后这个p value的p max就是分别对应alpha 就我们刚刚这儿的 分别对应alpha和beta做两个假设检验,OK 做两个假设检验对应的这个p值,对吧 这个p值,这个p值 然后它们最大的,其中最大的就叫做p max 我们可以想象p值越小是要拒绝远点,越容易拒绝远点射 然后p值越大越不容易 所以如果这里面这个大的,最大的都比较小的话 我们就可以拒绝远点射,这是过去的这个基本的逻辑啊 但是当然这种方法是非常conservative的,OK 这个conservative,然后尤其是在这个genomic wide study 我们的基因这个研究中,因为这个micellation high dimensional是非常多的 我们一会看到50万个,OK 50万个这个中介变量,OK 所以我们说,就进一步的就放大了这个保守性,OK 好的,然后我们说因为就是如果啊,如果你的这个方式是正确的 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个qqplot来算出来的,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方法 我们叫做naive gs test,就是joint significance test,OK 我们这是个非常这个这个naive天真的一种方法啊 这种方法,然后我们如果通过我们刚刚叙述的这个最大的这个p value 这个方式,来做这个所谓的interaction union test的话啊 我们来看一下,就这个红线,不能说如果它正确的话 这个红线应该接近于中间的线,对角线的 但是现在它偏下了,这是明显是保守的 这个是我们过去基于uniform non的这种情况来做的,OK 然后当然这个绿线是这个这个作者提出的,mixture non,是刚好控制的比较好 然后这是一种一种方式,说明它没有over conservative,OK 好的,OK,我把这块就简单的说了一下啊 好,嗯,好,那么刚刚说到了,对吧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高维的,我们高维的,比如说在这种基因研究中 这个mediator成千上万的,OK 所以我们,我们要做这种interaction union test 过去的这个传统的方法,大家通过这个红线已经看到了 其实是,其实是过于保守了 也就意味着有些显著的这个,比如说micellation 甲基化的一些,一些,一些位点啊,或者gcp set,OK 你就没有找到,对吧 这个是一个过于保守的一个不好的一个结果 好,我下来来看一下啊 这样一个东西,那就一些简单的记号了,对吧 我们假设我们这个exposure是x,然后中间这个mediator 就是m1,m2,mg,m.g,对吧 然后r的com是y,OK,好 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的这个model 对吧,我们这个model,我们这个model1,model1就是刻画的 你看就是,就是x如何影响m的,对吧 然后model2呢,它就是刻画的是这个m如何影响y的,对吧 当然adjusted to x了,所以这个alpha g乘βg,就是其中的一个路径,对吧 比如说,比如说alpha1乘β1,对吧 alpha2乘β2,alphag乘βg,OK 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model,对吧 这个model把它,把每一个mediator的写出来了 好,所以我们说,所以我们这块,我们说我们的原假设 对吧,原假设我们已经看到了 就对每一个这个mediator,这个中介变量来说呢 我们都是一个all,对吧 都是alphag等于0,或者βg等于0 好,这是我们要拒绝的原假设在这儿,对吧 但是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要拒绝的原假设 本质上来说,是不是可以写成三个这样的原假设 你看,因为它是all等于0 所以第一种情况就是两度等于0,对吧 然后第二种情况是第一个不等于0,第二个等于0 然后第三种情况是第一个等于0,第三个不等于0 所以你看它们三个的bing,对吧 是不是刚好就是3,就是这个式子 就是这个所谓的composite now,对吧 OK,所以我们这个是可以分成这样三个的 好吧,而且这三个是所谓的disjoint的 这个就是互斥的,对吧 互相不相关的,OK 好,它们的bing,OK 好,如果采用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说过去传统的方式 传统的方式,对于这个3来做假设检验 这个传统的方式,我们说 已经被证明是不OK的,OK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本质上来说 这个三式,你看这也写了 这个三式本质上来说 不是一个所谓的uniform distribution 这个p max,OK 它本质上来说是一个三个component mixture distribution 是一个混合的一个distribution,对吧 三个元素构成的 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你看这个底下写了 我们用π01,π10和π00 表示,我们现在不是有大这个 你把这大这个可以想象成50万个 好吧 50万个mediation hypothesis 我们要做50万次假设检验 好,然后做50万次假设检验 然后用这个π01,π02,π10和π00分辨 就表示,在这50万次里边 这个可以成立的对应的比例 好不好,OK 这我们可以估计出来的 我们一会儿,好吧 我们记好了 你这样子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好,如果我们采用这样的一些记号的话 那你看一下 我们过去不是这个p max 我们要做假设检验 就是要看这个最大的 是不是小于等一个cut off的概率 如果这个概率很小 我们就拒绝人家设 对吧,这是我们的逻辑 然后我们现在不是写成三个了 那你看现在分别是不是可以写成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当这个h01 就这一个 两个都等于0的时候 成立的时候 它小于等于t的概率 加上 这是我们的全概率公式 对吧 加上h10 就是第一个不等于0 第二个等于0的情况下 p max 小于等于t的概率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 俩都等于0的情况下 OK 第一个 这是两个都等于0 这个是第一个等于0 第二个不等于0 对吧 这三种情况 然后这三种情况你看 因为这个是p value 大家知道 在这个num下是服从uniform distribution的 我们刚刚不是有一个记号 这个h01 我们就假设估计出来的 叫p01 一会我们会说它是可以估计出来的 然后你看我们就可以写成 第一个 第一个是不是就是写成 因为第一个是两个都等于0 两个都等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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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就把它写成 我看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 OK 我们这个每个都可以写开 因为它是独立的 OK 每一个p value都是独立的 所以第一个是不是就p1 这小一等于t 在h01下 p2 这小一等于t在h0下 然后第二个是p10 对吧 乘上这两个 这两个的成绩 好那你看 然后每一个都可以写开的 然后第一个呢 因为它对应的是alpha等于0 beta不等于0 对吧 然后这个alpha等于0的时候呢 beta不等于0对吧 p2这对应的是beta2不等于0 然后不等于0我们是 如果等于0的话 是在圆角身下 它小一等于t的概率 就是t可以写出来了 然后这块是不知道的 我们要估计 对吧 然后呢对于第二个来说呢 这个是不知道的 对吧 我们要把它估计出来 然后这个是小一等于t 直接写到这儿了 然后第三个是两个都等于0 都等于在圆角身下 都是等于tt 所以等于t的平方 好不好 这就是写到这里了 OK 写到这里了 那你看一下 他底下再写了一些简单的一些理论 就是他说这样的一个事情 他说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在H01G下 H01G是这个东西 OK 这个东西就是第一个等于0 beta alpha等于0 beta不等于0 对吧 这个p对应的是beta OK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它很小 那就说明是要拒绝人家事 所以对应的其实是power 对吧 对应的是power 拒绝beta等于0的power 然后如果在h10下 你看h10是alpha不等于0 beta等于0 对吧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你看 我现在对应的第一个特别小 就是要拒绝alpha的power 对吧 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可以看出 当n呢去非常非常大的时候 这个power肯定是 这两个都是接近于1的 所以它说可以得到一个渐进的结果 就当n很大很大的时候 这个40呢可以简化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OK 所以一个渐进的non distribution 我们就推出来了 对吧 就是non下的这个p max 我们说non非常重要 因为在non下我们要控制type 1 对吧 我们最后在non下来做这个事情 包括控制这个我们一会儿说的fwer 控制fdr 所以non下的这个分布非常重要 当然这是个渐进分布 作者也证明出来了在这个 OK 这个不是样本去无穷的时候 我们怎样做它调整 但是后面的结果呢 就基于5式了 所以5式大家可以看出非常简单了 OK 当样本量非常非常大的时候 哎 那你看 这个 这个都是 这都区域1了 所以π01π10加一个t 这个t我们可以写一个u 对吧 standard uniform 标准的一个 01区间的一个均匀分布 然后后面是t平方 对吧 这个t平方我们可以做f 这样的一个 位置的一个分布 OK 这个分布是一个右偏的分布 OK 因为它是两个独立的p-value from the uniform distribution的一个最大值 所以它是一个right skew的一样的分布 所以5式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东西 好 这样一个东西啊 好 那我们下来来看一下 这一块我 这块我不想多说了 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就是怎么样控制这些东西啊 因为现在大家注意要比较复杂了 对吧 我们的none你看现在有h01h10和h00 ok 然后呢这个我们会有相应的接受none rejectnone 我们总共要做打这次 比如说50万次 对吧 好 然后这里面对应的这些东西啊 然后这些东西里面 其实最重要的是这样的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些东西啊 帮助我们来定义 这个fwer和fdr 就这三个东西 好 这三个东西都是什么呢 都是在none true的时候 我们rejectnone的个数 ok 所以你看这个作者就这么写了 对吧 对应相应的一个t来说啊 我们可以定义这样的empirical precise 一个经验过程 ok 这个v00呢就表示 ok 在h01成立的时候 我先拒绝它 拒绝多少个 对吧 v01呢就表示 当然它们都跟t有关啊 在h01的时候 我拒绝h01多少个 h01呢就表示 在h01成立的时候 我拒绝这个h01这个原假设 有多少个对吧 然后v01呢 ok 这当然是用power的对吧 这个是biz假设 我现在在biz假设成立的时候 我现在拒绝 ok ok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然后呢 重要的就是这三个 前三个对吧 然后有了这个前三个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前三个全是拒绝none 对吧 在none下拒绝none 所以它是一个所谓的 假阳性的一个 一个错误的一个判断 所以我们这个fwer 你看是不是可以定义成这样子吧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个加起来 只要是大约等于1 就说明呢 至少有一个 我们至少犯了一次错误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fwer familywise arrow rate ok它跟t有关 ok 然后fwdr的意思是什么呢 fres是不是就是在 哎 在至少拒绝一次原假设的时候呢 我这个平均啊 有多少个假阴性 ok假阳性 对吧 这是fw 比如我们现在想找到一个t 控制 我们的这个假阳性在10% 5% 对不对 哎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这个太多了50万次 对吧 我们这个fdr呢 在很多时候呢 会稍微弱一些 因为fwer呢 会更强 我们一般喜欢fw fdr会小一点 fwer 所以根据你的情况 你可以用这两个的 都会来 在基因的研究中 都会 我们经常这样子来做啊 好 嗯 然后下来一个问题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什么 是不是就这些东西啊 配01 配10和配00 把它估计出来 对吧 呃 所以我下来 所以下来的这个作者啊 呃 我 嗯 不想多说这些东西了 OK 大家可以自己看原文啊 写的非常的清晰 然后这些就是定义了这样的一个 这些这些做法都不是新的做法 OK 这些做法都是怎么样估计none 估计none hypothesis的这个proportion OK 这些都已经发展的非常成熟了 OK 所以我 我 我就简单的说一下的逻辑吧 OK 你看这个所谓的估计配这个hat 0加 比如说啊 那怎么估计呢 这个就是估计alpha OK 这个none的这个alpha 比如说它的这个proportion OK 因为这个proportion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现在这个p值是不是越大越不拒绝啊 所以这是none的比例对吧 的意思加起来 然后除以打这个 这是频率 OK 但是做了一个修正啊 一减去lambda 所以你看这个lambda越大 这个一减lambda是越小 这个比例 anyway 是不是就是这个就越大 基本上修正了一下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为什么这么做呢 这个有非常非常多的理论啊 文章都已经证明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稳健的一个方法 非常精确 OK 当这个lambda就是个调节参数 这个lambda趋劲一的时候啊 哎 这个这个非常非常 啊 当然了也作者也谈到了 还是比较保守的 OK 好 然后呢 作者对这个做了一些 因为现在情况变了对吧 我们现在变成了这样子三个三个情况 但是这三个情况 其实 其实里边比较interesting的是这个Pay00 Pay00大家记着就是两个都是零 对吧 两个都是零 我现在如果是要估计出来的话 就是这两个P值都要大 对 他就用这样的方式 稍微改了一下过去的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意思吧 过去你看是一个的 然后这是两个的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估计出来的 好吧 所以这个Pay00 Pay00 Pay01 都估计出来了 好吧 估计出来了以后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怎么样用于估计 比如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啊 怎么样估计这个FWER 你看估计这个FWER呢 比如说我要让这个东西啊 它三个的数字加起来 大致等于1的概率要小于等于r 比如说 我现在要反求出这个 我现在要反求出这个T呢 这个Cutoff对吧 这个Cutoff 我们现在就用最一般的 这样子的一个Bomphoroni Bomphoroni你看是不是α除以大G 这块有点这个挡住了这个红色的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东西 你看就是十一式对吧 十一式写出来 现在这些都已经估计出来了 这个Tα的平方是不知道的 OK 然后我们现在要估计Tα的平方 我们现在要 我们现在用Bomphoroni的话 我们就让它等于 等于这个0.05α 等于0.05除以G OK 所以你可以反求出这个方程的吧 一元二次方程 这么个意思吧 当然求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还是有好多 这个定理要保证它 是能够求出来的 OK 是有一些性质 能够收敛到真实的情况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啊 整个逻辑你就可以看懂了 我们有了这些东西 我们有了这个Bomphoroni的correction 我们就可以反求出这个TA OK Tα OK 这个Tα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做FWER的控制 这是最重要的东西 对吧 然后类似的 我们如果要做FDR的控制呢 我们也是相应的 相应的做这样的一些变换 然后求它的上确界 OK 然后都是能算出来的 把这个T平方式都算出来的 然后这儿有一些定理的证明啊 我这说的很快 因为我觉得 这个 如果你能看懂的话 你自己是能看懂的 否则我们这个会讲特别长 我希望这个逻辑你知道了 所以我下来我觉得 我给一个例子吧 好吧 我给一个例子 你就定用这个HDMTOK 这个包 然后呢你输这个数据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的样子啊 我们来看这个数据的样子啊 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你看啊 它是69000多行两列 这个什么意思啊 这个意思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我们现在啊 我们现在有X对吧 我们现在有我们的这个 这个exposureX 然后有我们的R,Y 然后我们不是有这个中介变量吗 我们中介变量有M1有M2 大家可以看到这有多少个 M69602个 大家知道有多少个数字了 OK 然后每一个呢 你看啊 我们都有个路径 对吧 从X到M1 从M1到Y 然后都有个Alpha Beta 然后这个 这里边我们叫做Alpha1吧 这个叫做Beta1 这个对应Alpha1 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个假设检验 就是最普通的假设检验OK 你用做一般的回归分析 我们过 就我们上面这个猫 这个这样的一个requestion 我们来看一下 稍微看一眼OK 嗯 好 就是一时和二时 对吧 我一时二时不妨粘过来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吧 一时二时粘到这个底下来 大家看到 这是我现在通过这个 这个大家都会回归 对吧 你用任何软件都会回归 然后回归出来 你是不是可以得到 对应Alpha1的一个P值 我们来说P1吧 OK 然后对应Beta1的一个P值 我们把它就 我们把它应该 我应该叫P1G OK P1吧 我叫P1 第一个 对吧 叫P1 然后这个叫P P21 OK 好吧 对吧 然后这个P1 就是这个 0.105698 然后这个P21 呢 是这个东西 2.253 几几几几几几 也就是0.253 10的负义次方 对吧 然后同样你这个 就有一个所谓的P2 就有一个所谓的P2 对吧 这个就是所谓的P2 对吧 然后这个就是所谓的P1 然后逗号69602个 然后这个就是P2 逗号69602 所以这个大家知道了吧 就是你输入的时候 要输入这些P OK 好吧 这些P都是通过一试二试 来 这样算出来的 然后你有了这样的数据以后 你看啊 然后当然为了做演示呢 只用了10%的行 也就是只用了6000多个 多个mediator 这样的一个PY6 然后你看啊 这个就是取了行了 对吧 取了一个sealing 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个就是ImportPValue ImportPValue 现在6000多个 对吧 然后第一个事情就是 你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哎 就是你现在要做一下 就是这个num 我们还记着 刚刚的那些Pi10 Pi2 Pi10 OK 所以 所以 这个 这个就是 你根据你这些数据啊 估计出来的 估计出来的那个 那个 我们看这个 我们还记着这个 我们还记着这个 所谓的Pi10 Pi10是什么东西吧 就是我们现在有三个原价 一个叫h10 这个h10的意思就是啊 这个alpha啊 然后它是不等于0的 然后beta是等于0的 然后这个h01呢 这是alpha等于0 然后并且但是beta不等于0 对吧 然后h00呢 ok 是alpha等于0 beta等于0 然后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就是估计出来的 这个原价是成立的比例 对吧 我们把它叫做Pi10 hat 对吧 这是我刚刚的 然后这个呢就是Pi01 hat ok 然后这个估计出来是Pi00 hat 对吧 然后这个alpha1和alpha2 就对应我刚刚那张图里边的alpha beta 这里边有多少个alpha是不等于0的 对吧 这里边有多少个 这比较多少个alpha等于0的 ok 这是估计的等于0的 ok 等于0的比例 这是多少beta等于0的比例 因为我大部分都会等于0 ok 然后你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东西 然后你把这个东西呢 你看 分别啊 就输给这样一个命令 然后你把它都dollar符号一下 取出来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要控制的是fwer 比如说你要控制在 当然有个精确 我们就不多说了 你自己可以看有精确了以后 有这个门斗卡罗的方法 如果要控制在这个 这个就是fwer 对吧 你要控制 你要控制在0.05 对吧 然后你输一下 然后我们得到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 就在这 ok 这就是你的cutoff 这个就是你的t cutoff ok 我们算出来以后 因为我们都会得到很多那样的一些结果 ok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t cutoff来最后选 我们有多少个这个mediator 是这个显著的 好吧 这是我简单的很快速的说了一下这个方法 OK 谢谢大家